剛才講到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密克法萊的書 《記者中的日本》他講完一些東西 昨天講到我去過印度和中國會發現很多陌生有趣的東西 但我困惑感到不會越來越強 但在日本一開始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但之後很多東西都變得陌生 昨天講到這裏 我現在繼續 如果假裝我完全不知道密克法萊在說什麽 就未必太過虛偽了 每當飛來日本 我有時會感受到自己對這個國家的了解 就好像水在手指之間這樣流過 就連經驗豐富的日本學家 依然不免認為日本是個難以淪定的國家 在日本對西方開放的短短幾十年後 於1890年選定日本列島寧居的柏欣寫到 在日本各種事情的外表的奇怪 就是用出霧而察形容的古怪興奮 那些只是察覺到完全不熟悉的事物 才會發生的怪誕感覺 崇發日本的客欣不是天真無邪 更不是種族主義者 只是有人指他對日本的異國風情有些遠過其實 歸化為日本公民的客欣 以小全白雲這個名字為世人所知 他除了無事度家族的女兒能夠流離的日語 在日本度過漂泊的人生的最後十五年 但是他寫到那個國家驚奇和喜悅永遠不會消失 即使旅本十四年後的現在 旅居了十四年的現在 我仍然不經意的艱難 一再有這些感覺 柏欣接著寫到這一段話 反映了他今天長居日本的人 因為無法領略到想像中的日本本質 而經常表露的感傷 很久以前 我最親愛的日本好友 在他死前沒多久跟我說 再過四五年 讓你感到自己完全不了解日本人 那時候你就開始有一些了解他們 也都難怪客恩將著作改名為日本嘗試詮釋 嘗試後一年他就去世 在一百個微細的肢體動作和假設看來 日本確實顯得有點異於其他國家 至少是西方的國家 儘管身為現代社會 卻以神秘的節奏在運作 儘力國五湖四海的外國人 在頭一次到訪日本的那個時候 經常會描述他們 是跟這個完全異質但迷人的文化 的海口經過 在京都居住了四分之一世紀的艾爾 形容日本是給我想知道的任何地方 更加不像任何地方 我跟客恩和艾爾一樣 日本人的行為模式 有時會令到我心頭一陣 放回是頭一次見到的 在很多方面稱得上保守的國家 當女性清潔輕快地入到公廁 而男士正在解手的時候 總會讓我驚訝不已 我經常忘記日本人說自己的時候 不是指向自己的心 而是指向自己的鼻 當他們將卡片或者日圓 那些紙鈔遞給對方的時候 一定會將正面轉向受受者 否則就會被認為相當失禮 語言學常日本人喜歡搞曖昧 第一二三人稱經常混在一起 例如我愛你既不說我 亦都不說你 企業家好像某某公司那樣來介紹自己 好像他們的身份和企業的身份 有一部分已經融化一體 好像是碎碎銀行的田中 熱山這個通常被翻譯成先生女士的禮貌稱呼 也都會用在動物身上 例如你在動物園裡 有沒有看到大象獅子山 好 趕著再說明天再說 休堂